眉毛一直是精神的代表,如果眉毛太大会显得没精神,画得又浓又粗,又会变成蜡笔小心,显得很凶狠,如果眉形不对称,那就更是一场笑话。 有些女生常常纠结,到底眉毛是画淡,一点好看,还是浓一点好看呢?貌似赫本的浓眉超级美呢?敢问一句,你有深邃立体的五官吗?如果没有,大浓眉只会趁着你的脸庞更显平淡。 我们来看看明星迪丽热吧,眉毛真的不是越浓越好看,又粗又黑的眉毛看起来有种怪怪的感觉,而淡色眉毛,让它的五官看起来更加精致柔和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眉色浅三分,颜值高十分,这个说法,眉毛应该要以自然为美,淡色眉毛,会让你美得更自然,美出新高度。 那画眉毛到底有没有什么小效能呢? 首先要注意区分脸型,长脸,眉毛要画出,一些并有一些角度,上脸布上,下感觉不会太空,长型脸,不要将眉毛画得太长。 眉毛,圆脸,凸出眉毛,不论是夸张的或柔和的眉毛,都要透过眉毛创造角度,让圆脸有重点,方脸,方脸亦给人严肃的感觉。 尝试柔和的淡色眉毛,能降低攻击感,其次要选对眉形还要用好画眉工具,眉笔,适合眉形不完整,稀疏者,先画眉中,最后画眉头。 注意三个不同区域,建议的眉色浓淡,眉中的颜色最深,眉尾色浓,眉头最淡,眉粉,适合本身眉毛风影者使用。 或搭配眉笔具有柔胶线条,刺身的眉粉刺预深,色搭配让色彩更有层次,要眉毛更有自然效果。 眉笔加眉粉,眉笔与眉粉搭配使用,可以让眉形更加立体自然。 用眉粉要小心不要掉进眼睛里,为了眼睛的健康,洗净后又又能洗眼也洗洗眼。 不仅能清除眼部化妆残留物,还能给眼睛补充水分,滋润双眼,紧手或手残档要紧记。 画眉先修没有,画眉毛轮廓使用眉笔反复少量多次的描绘边缘。 下笔绿度尽量轻柔,眉毛化妆一点还是带一点,怎样能够美? 相信你已经有答案了,记得分享哦。